大家好,我是美食主播,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水煮肥肠 喜欢美食这一块的看完了之后,感觉还可以把关注点一点,谢谢了,转发评论 嗯,把这个肠肥肠烫一下的啊,正好水也开了,把这个肥肠放锅里头 哈哈哈哈 所以说以后吃这些东西啥的,好好洗一洗啊,长肚不分家 哈哈哈哈 放点麻椒,把这个青菜炒一下啊 放点蚝油,放点蚝油,放点蚝油 ,把炒好的青菜炒到你要盛的那个碗中啊 然后锅内继续放那个底油 然后在油中放干酒 放干酒和麻酒 放入四川皮下的豆瓣酱 放入四川皮下的豆瓣酱 放一勺即可 然后我们再放少许的甜面酱 这个的话也是言言而易 不喜欢也可以不放 然后这边准备的火锅底料 把这个油炒化了之后放入酱油 然后把刚才咱们准备好的肥肠放里 这个油炒到配置 酱油炒解一下 然后直接要放水 添水就可以了 然后切点葱花 然后把蒜蓬开 然后把蒜蓬开 在起锅前几秒钟放进去就可以了 可以了 这一时间咱们放入盐 放进去就可以了 等一下 后面儿在正面上 要放到火锅前几秒钟 它就一样 有载的锅前几秒钟 然后把蒜蓬开 我才不会完整 我把火灌锅前几秒钟 把刚才他们准备好的蒜末和葱花放在上面 然后再来点麻椒 然后锅里继续放油 把油给它烧 烧冒烟就可以了 然后给它浇的咱们刚才做好这个肥肠饭 这下油有点干多了 立马这个香味就出来了 然后非常可口的一道水土肥肠 水肥也就是出炉了 然后喜欢我的在那个视频里头能把关注啥的点一点 我的直播也是直播间的ID是378849 感谢吧评论专发 然后再来点麻烦 然后再来点麻烦